今天开车上到猫空 现在要徒步前往 狐穴步道 还是猫穴步道 狐穴 狐穴步道 这一间是路上的小日子咖啡 下来参观看看吧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晚上来 这样走在这边要有路灯 这样也蛮清幽的 还没有开始营业吗 那我们等一下回程再来喝咖啡吧 这秋天的天气啊虽然有太阳 有点热但还不至于过热 走起来呢还算舒服 那走在要到步道之前 这边就会又出现一些咖啡厅餐厅 这段路是我们去年没有走过的 另一个方向 那这一次选择开车上来 那再开始走 刚刚开车过来的路上 不知道为什么 还绕了一大圈 整个绕了山头一圈 又回到山下 再绕上来 风景宜人 前面这边就是缆车哦 缆车在走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要改走健康步道 再绕过来走狐穴地形 再走狐穴步道 再沿着路走回来 这一段就是健康步道了 看起来所谓的健康步道就是 先让你走下山 然后等一下再让你走上山 那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走这一段的话 走外面那条路是比较平缓一点的路 所以下山上山叫健康步道 上面呢是刚走下来的健康步道 现在再往下面走 这一段就比较阴凉一点 这段步道比较特别哟 这段步道比较特别哟 这段下山还蛮长的 这段下山还蛮长的 刚刚都一直下山 现在遭受报应 要准备往上了 果然是健康步道 天啊 啊,转上来 又是好几街 啊,真是自作孽啊 果然是健康步道 走到一半有一个健康亭 可以休息一下 遇到那个土地公庙之后 又开始出现岔入口 所以我们选了一条 比较可能是前往狐穴步道的 方向前进 好多往下的阶梯 等一下要回城 看起来又好多阶梯要走 耶,我们到达了 湖穴步道路口了 結果一進去又突現差距 他剛剛有說好像是右前是不是 看這裡 這裡如果走到吊橋 大家就走回來 不要 吊橋再走回來 所以我們應該是 欸不對啊 這裡啊 往下去吊橋啊 我不要去吊橋 不然就直接 往胡雪步道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選了右前方這條 接往胡雪步道了 這邊就是胡雪步道 不知道為什麼胡雪步道 叫做胡雪步道呢 老闆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個步道路小小 你看這個在一畝池中央的一個位置 這個如果是巴厘島這種都是要預約收費付款才能在這邊用餐的地方欸 我不懂 像這種 位置啊 如果是 一早一往 我們在巴厘島旅行的時候 通常啊 就是 旅行 那個飯店 他們要付費 然後在這邊幫你 鋪設美美的桌巾 點上蠟燭 然後讓你用餐的地方 可惜這裡沒有三家利用啊 它是因為這個茶壺亭才叫胡雪步道 喔 我們現在在這 我們要走到茶壺亭 好累喔 所以跟地形沒有關係 喔 所以不是地形的關係 上面應該就是平地了 我們等一下沿著平路走回去 這回程的路上會經過這個小天空步道 好 路人也很配合耶 耶喔 耶 這邊還有路可以下去 但我已經走不動了 這一間是路上的台北市鐵觀音包種茶 研發推廣中心 來這邊逛一下 看看有什麼好茶 如果有走到這個茶中心啊 可以在這邊泡茶 他們每個禮拜都會換一個茶園在這邊泡茶 賣茶 然後你想要喝什麼茶都可以請老闆娘派 嗯 泡給你喝 然後有喜歡的再買 還不錯 剛在這邊喝了蠻多的茶 爬完山喝點茶 感覺心曠神怡啊 老闆娘有說 他說呢 這邊啊有說會有香港客人 馬來西亞客人 新加坡客人 還有日本客人 韓國客人 然後呢他覺得 日本客人啊最會算 他們呢 而且有可能是最不會買的客人 好那我們繼續要下山囉 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啊 就是我們剛剛走到健康步道的那個岔路口 如果不想走那麼多的路 那麼累的話 就不建議走這條路 就沿著大條的公路走 就可以了 這間是我們中午吃中餐的地方 他有兩人套餐 一千塊錢 然後大概有六道菜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有上來這邊爬山的呢 中午用餐 就可以直接在貓空上面用餐 這個貓空這邊 蠻有趣的是 除了有大自然可以看之外 然後還有東西可以吃 可以品嘗 算是屬於活動可以有很多元 前面那邊就是纜車 這一間貓空鞋 不知道有沒有貓貓 想要上去看一下 如果有貓貓我們就吃個甜點吧 貓貓在哪裡啊 他說貓貓在睡覺 啊原來貓貓在這睡覺 哇肥肥的貓貓 這是另外一隻 嗨喵喵 還有一隻喵喵在這裡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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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睡得好性感 這一間呢就是貓空鞋 上面有兩隻貓貓 不過都在睡覺 吃完飯呢 就點個飲料 吃一個甜點 休息一下 等一下準備下山啊 那今天的天氣呢 也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已經吃飽了 也爬過山 也喝了茶了 準備下山回家囉 拜拜